自从写了这本个人直播间搭建与实战 很多人给我留言让推荐直播相机 要求是不能贵 画质还要好 要上手容易 既插既用 经过我的筛选 还真有这样的直播相机 各位好 我是赵军 这里是赵军日记 最近我一直在使用这款芸汐直播相机 叫做芸汐智童Pro 用最简单的话描述一下 这是一台专为直播场景设计的直播相机 拥有M43传感器 4K分辨率 可以长时间直播不过热 这台相机既插既用 既可以通过HDMI接口输出信号到切换台 也能用USB-C接口直接连接电脑使用 你可以认为它是内置了采集卡 所以可以和电脑直接连接 芸汐直播相机非常简单 下面试一下效果吧 用一个简陋的直播间测试一下 现在我不用任何的专业灯光 看一下芸汐直播相机拍摄的画面 你看到这个画面主播非常清晰 皮肤的颜色和质感也很好 再看一下这个虚化的效果 在同样的场景放一台手机 iPhone 14 Pro的摄像头拍摄的主播 直播的画面就差点意思 背景虚化也不明显 虽然这台手机的价格 可以买两台芸汐直播相机了 但画面的效果真的远不及直播相机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台相机上 没有任何的按钮 直播的过程我也没有设置任何参数 就是插到电脑上直接使用 我在没有任何专业直播灯光的场景下测试 主要的目的是想试一下家用的灯光环境下 亮度不够 色温不准 显色性不高的灯光环境 这台相机的自动调整效果是怎么样的 结果证明还不错 所以如果你的预算很少没有专业的直播间灯光环境 就想单纯的提升直播画质 芸汐直同Pro直播相机是最简单的方案 如果有专业的灯光环境 我们再看一下 嗯 这个画面效果会更加漂亮 所以如果是专业直播也可以使用芸汐直同Pro直播相机 既然已经是专业直播了 如果你想对直播画面有更多的掌控权 比如在色彩和对焦方面 就可以在直播的电脑上打开智同伴侣这个APP 在这里选择芸汐直同Pro直播相机 在调参的这个部分 可以调整横束幅 分辨率 帧率 图像 对焦 变焦 曝光 白平衡这些设置 比如在目前的场景中 你可以手动设置白平衡 这样无论怎么改变背景的颜色 主播的肤色都不会发生任何变化 另外 在曝光设置的区域当中 可以手动设置光圈的大小 如果也搞不懂应该设置多少 直接选择背景虚化的效果就行 对焦设置当中 一般选择常用的连续对焦 拍摄的位置完全不动的话 也可以选择单次对焦 当你设置好了之后 可以把这一套设置保存成一个自定义场景 下次需要这个场景的时候 直接选择就好 如果你不太了解调整的参数 那点击这里 还可以申请远程调参 会得到技术人员的远程支持 下面我们仔细看一下这款 云西志同Pro直播相机 和手机放在一起 方便比较一下尺寸 这款相机从侧面看是L型的 打开盖子就可以看到M43传感器 这是一颗1071万像素的传感器 能够实现4K60帧的拍摄 这是一颗指示灯 如果相机在工作状态 灯是绿色的 下方有激光雷达 自动对焦模块 实测自动对焦的速度 还是很快的 这对于需要产品展示的直播非常方便 直播相机的背面有三个接口 一个HDMI视频接口 一个USB-C视频采集口 一个USB-C供电接口 这三根线都是包装力自带的 所以开箱连接电脑瞬间开播 需要说明的是这两根USB-C的线 是带有固定螺丝的 在直播中即便有意外的拉扯 也不会扯掉这根线 直播相机底部有一个1⁄4英寸的螺丝孔 可以快速连接三脚架 这款相机默认是数屏直播的 如果需要横屏直播使用一个L型支架 就能轻松完成 我收到云西志同Pro直播相机的时候 其实有一大堆疑问 在这段时间的直播当中 我密集的使用这款直播相机 逐渐的找到了这些问题的答案 说到画质 我先说一下这款相机的传感器 它其实和松下JH5S的传感器是同一款 松下这款相机主打的是视频应用场景 所以画质还是很能打的 我印象当中最深刻的是弱光的画面 这里指的弱光主要是家用灯光照明环境 由于采用了双原生的ISO 低光照的环境依然可以实现很好的画面表现 特别是用于直播画面的质感非常好 由于追看相机主要的使用场景是直播 而且画面自动调整的效果就很好 所以连上线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这样看来其实没有必要在现场做参数调整 那没有按钮也可以理解 我们知道很多的直播间都是搭建好了之后一直使用 如果使用一台微单相机来直播 如果有人改动参数换一个人来操作 可能完全不知道怎么改回来 所以没有机身的按钮也避免了这种尴尬 当然万一需要调参 相机连接电脑也能瞬间完成调参操作 目前我在相机上连接的是一个松下的25mmF1.7的镜头 用作单人出镜的镜头是非常好用的 既保证了背景虚化 相机的拍摄距离也很合适 如果需要双人出镜可以使用视角更宽广的 松下15mmF1.7的镜头 据我所知 后面还会支持更多的镜头 云西志同Pro直播相机连接电脑 使用志同伴侣这款APP就能调整画面 曝光 对焦等操作 其实在大多数的情况下 会把常用直播间的参数保存成不同的场景预设 在志同伴侣当中 一键切换就行 如果想实现高画质直播 使用大尺寸传感器的相机或摄像机直播 基本上是唯一的解决方案 APS-C画幅的相机机身价格从5、6千到1万元之间 加上镜头的费用在6、7千到1万多 视频采集卡几百多到1、2千之间搭配在一起价格并不低 然而这些设备当中 如果是体积非常小的入门级相机 都存在长时间使用过热的问题 所以能正常使用的APS-C相机的直播系统 应该会超过1万元 而全画幅相机基本上机身就过万了 所以云西志同Pro直播相机的机身3999元 加上1千元的松下镜头应该是性价比很高的解决方案 其实很多人用手机直播 手机直播最大的问题在于 同时连接麦克风和电源不是很容易 而且画面效果不太好 也很难控制直播画面的曝光色温等参数 手机过热也是一大问题 很多相机主要用来拍照 那有一些相机能兼顾视频工作 但直播需要的相机 它是要长时间拍摄的 很多相机长时间工作会导致过热关机 那相机的供电方案呢 大多也是电池 有的时候无法满足长时间直播 因此你需要准备假电池等供电方案 那另外啊 很多直播对于调整参数没有特别的需求 而相机设置了一些按钮和触摸屏呢 是完成调参的 虽然在直播当中基本不会用 但你却为此而买过单 还有直播的时候呢 不需要录制自然也不需要存储卡插槽 当这些都不需要的时候 一款专门为了直播而研发的直播相机 就可以变得更简单 也就可以更便宜 这就是它和其他相机的区别和优势 以上呢就是芸汐智同Pro直播相机的上手体验 希望会对你有些帮助 如果你对直播间搭建还有什么样的问题 欢迎给我留言 如果你还想学习更多的直播间搭建技术 可以看我的这一本个人直播间搭建与实战 19个直播间案例总有一款适合你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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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